高雄一名富人骑着摩托车正要离开 但有一只猴子偷偷爬上后座 从后面环抱着他 骑士手忙脚乱 从车篮找水果丢到旁边 要吸引猴子注意力 富人丢出水果 但后座这只猴子依旧无动于衷 还是紧紧抱着富人 只有人家喂他 他就养成了一个活取一个习惯 他们就下来这边 因为这时间点他们都会知道 有人家喂死他 就他就会下来这边等人家喂食 有一人就是说习惯了啦 就这样子 高雄寿山一出广场 常常有民众下午时来运动 这名富人很有可能就是运动时 因为车篮里放了水果 才被猴子盯上 高雄寿山是全台猕猴 闹失最频繁的地区 如果民众喂食猴子 也可能面临三千元罚款 而动物专家认为 恒大的原因是因为人类 自认为是好意不当喂食 破坏了人猴之间本来的界限 不管是跳到身上或是跳到机车上 你就往前移动 不要去拨打他或是拨弄他 直接让他就是你往前移动 他一定会离开 专家表示民众遇到猴子 应该落实 不喂食 不接触 不干扰三大原则 如果野外遇到猴子 动作不要过大 如果发现猴子已经有警觉性 也要避免和他对视 减少刺激才能让自己脱身 人猴和平共处 即新闻牙善城洪伟涛采访报导 两个月 的言之 云费 人猴 人猴 整人猴 人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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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猴